双盾螳螂捕食猎春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我养的一只双盾螳螂 又叫脚糖 它有着粗壮的捕捉族和强大的口气 战斗力十足 我从小把它养大 美中不足的是 羽化的时候翅膀有一点小瑕疵 好话不多说 我拿来一只白斑猎春 放入饲养盒 看到螳螂之后 猎春转头向上爬去 掉下来之后 经过螳螂身边 被双盾螳螂直接抓住 在猎春不断挣扎的时候 螳螂已经开始咬猎春了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双盾螳螂的捕捉族抓住了猎春 然后嘴巴再撕咬猎春 养过猎春的朋友都知道 猎春全身坚硬 有着外骨骼 我估计螳螂一时半会儿 根本破不了猎春的防御 随着螳螂撕咬的深入 猎春也开始了反抗 并且反抗越来越激烈 猎春的口气 应该是被螳螂的捕捉族给控制住了 我们再靠近一点看 猎春全身坚硬 螳螂咬了半天 我感觉并没有破防 突然猎春挣扎开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猎春的口气 刺到了螳螂 注射了毒液 所以螳螂才放开了猎春 刚才一切太快了 我没有看清楚 而此时 螳螂慌慌悠悠的往旁边爬去 像是在远离猎春 猎春的毒性 大家都知道 在我之前视频中 猎春捕食过很多猎物 过了一会儿 双盾螳螂爬到了盒子顶部 看状态 感觉还行 我喂他一只蚂蚱 看他吃不吃 感觉他是又想吃 又嫌弃 一边嫌弃 一边又想吃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还好我有耐心 终于 还是递到他手里 他拿着 咳了起来 这样好像看不清 我们放大一点 现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双盾螳螂的捕捉族 非常强壮 上面还有很多骨刺 一看就很厉害的样子 下面我们识倍速 展示 螳螂进食的整个过程 终于 螳螂吃完了整只蚂蚱 然后开始舔示自己的捕捉族 螳螂还是比较爱干净的 最后 拍摄一下唐晓乐全身吧 大家好 我是康康 我们下期见